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6月1日 第三卷25章 第五节弊至第六节 引用经文 哥林多前书15章13至23节 身体复活成不朽坏的 享受无尽的福祉 千禧年主义者说 神的儿女在来世所享有的基业 局限于一千年 他们根本不明白 这有多羞辱基督和他的国度 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 在基督降临时 信徒身体还没有复活 没有得着荣耀变成不朽坏的 但是信徒复活 是被改变成像基督那样荣耀的身体 假如说 信徒在基督降临时身体没有复活 这就等于说 连基督自己也没有得着 永不朽坏的荣耀 无法分享给信徒 信徒的福祉若有尽头 则基督的国也是暂时的 因这福祉完全依靠基督的国度 简言之 这些人将信徒福祉 局限在暂时的一千年里 若非对一切属灵的事彻底无知 就是诡诈 邪恶 企图使神一切的恩典和基督的大能 落空 因为唯有当罪被涂抹 死亡被吞灭 永生完全建立时 神的恩典和基督的大能 才完全实现 千禧年派人士 也将恶人的刑罚 局限在一千年里 担心说 恶人被判永远的刑罚 会指控神过于残忍 恶人的忘恩负义 使得他们不配得神的国 他们竟然说这是不公平的 他们便说 恶人所犯的罪是在时空里的 所以刑罚不应是永远的 我们不否认 恶人在时空里犯罪 然而他们犯罪 所冒犯之神的威严和公义 则是永恒的 所以他们的罪孽 被纪念到永远 是公正的 然而他们仍敢宣称 恶人所受的刑罚 超过他们的罪所应得的 这是无法忍受的亵渎 因为这是低估藐视 神的永恒公义 认为神的永恒公义 是不应当叫罪人 永远遭受刑罚 我们应当不理会这些 吹毛求辞之人的谬论 一些邪恶好奇的人 又提出两种谬论 有人认为 灵魂要与身体一同复活 就如整个人都死了 又有人虽然承认灵魂的不灭 却主张灵魂将 批带不同的身体 这样否定身体的复活 我们先警告读者 前者 灵魂消失或睡眠论 是极可怕的谬论 将照着神形像受造的高贵灵魂 当作稍纵即逝的气息 只在短暂的今生中 使身体有生气 此谬论也毁坏圣灵的电 也贬低了灵魂 这是我们里面 特别彰显神荣耀之所在 也是清楚 见证人是存到永远的指标 他们的谬论等于是 教导人的灵魂不如身体 圣经的教导绝非如此 圣经称人的身体为住所 当我们死时 就离开这住所 我们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此 动物只有身体 没有灵魂 如果彼得在即将离世时说 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 保罗指着信徒说 我们这地上的帐篷拆毁了 彼得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格林多后书五章一节 接着说 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离 所以更是愿意 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格林多后书五章 六节八节 若人的灵魂是与身体一同死去 则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的是指什么呢 西伯来书作者教导说 我们乃是到天上的西安 那里有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 西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 这话的意思是表示 我们与圣先祖交通团企 他们虽然死了 却与我们一同享受敬虔 所以除非我们与他们合为一体 否则我们不可能是基督的肢体 假如灵魂离开身体 却没有保持其本质 不能享受有福的荣耀 则基督就不会对强盗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倚靠如此清楚的见证 让我们在离世时 效法基督的榜样 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灵魂 交在神的手里 也效法司提反的榜样 求基督接收他的灵魂 因基督被称为信徒的牧人与监督 他是信实的 关于我们灵魂 在今生与来世之间的处境 若是出于过度好奇的探究 既不合理也无益处 许多人自我折磨地争论 灵魂所在的地点 以及是否已经享受天上的荣耀 然而若想探究神所没有启示 不允许我们知道的事 则是愚昧和轻率的 圣经只告诉我们 基督与选民的灵魂同在 并接他们到乐园里 使他们得安慰 而被遗弃之人的灵魂 在阴间受他们所应得的刑罚 难道有任何教师能向我们启示 神所向我们隐藏的事吗 想知道灵魂死后的所在细节 既愚昧又无益 因我们至少知道灵魂的层面与身体的截然不同 圣经将圣徒灵魂的聚集处称为 亚伯拉罕的怀里 路加福音16章22节 就足以保证我们在军事旅程结束后 会被接到信徒之父亚伯拉罕那里一同作息 我们与他同享信心的果实 同时既然圣经多处劝我们 期盼基督的降临 并宣告我们到了那时才得荣耀的冠冕 我们就当满足于神所指定给我们的范围 即虔诚人的灵魂在世上征战之后 就进入那有福的安息 并在那里欢喜等候 享受神所应许的荣耀 所以万物都在等候我们的救赎主基督的降临 犯罪未得赦免之人的结局 无疑与尤大叔所描述魔鬼的结局一样 他们被锁链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主再来时 被抛到神所预定他们的刑法里去